私立台湾观光学院今年初传出了一月份发不出薪水 因为学生数太小 收入无法支撑学校营运 并且已经向教育部提出停办申请 获得教育部回文合备 三号校五代理校长王彦均和教育部专员 与学校师生进行停办会议 了解师生目前的情况还有需求动向 私立台湾观光学院近年来历经减班、转型 以及做次董事会改组等变动 三号校五由代理校长王彦均与教育部专员 与学校师生进行停办会议 并且针对了承办程序 进行说明与了解师生的意向 主要的结论我想可能我就直接讲 就是忍痛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董事们认为说 这是对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既然要办学 如果我们的教学品质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提升 这样子办学下去反而是对学生是一种损失 所以在董事会来讲的话 希望讲说就是用忍痛 提醒教育部我们开始走停办程序 教育部专员也说目前校方已经提出了停办申请 教育部将协助办理相关程序并保护师生的权益 学校目前有三千万的社校基金 那这个是一直保留着要做 其实没有学校 私校都一样 这是要留着做最后的 你可以说他是救命钱也好 或者是最后的一些处理的钱也好 那不管如何 在七月底停办之前 不能有基欠老师新制的状况 不管是之前欠的或是这几个月的 总之在停办之前 一定要让所有老师教识员都要拿到他应该拿到的钱 老师与学生也提出了针对董事会片面决定表示不满 认为校方与董事会不应该在学校位置的情况下 进行停办的决定 而这样学生就必须转校重修课程 反对突袭停办 换卫受教权益 你们希望怎么做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原校毕业 对就是不要让我们就是 其实条例上也有讲说不能强迫学生转学 就是如果学生愿意留下来 就是要让他们留下来 要开班给他们上课 对董事会从来没有来过学校 OK那你们现在知道的知识到底是什么 能跟大家说一下 资讯现在的资讯就是董事会失职决定要停办 连停招也是失职决定的 对他们也没来学校开过会 其实学校的金额大概有一亿元 然后呢再加上他们议住进来的六千万 还有当时候的那个教育部的赚补助款 还有学生的学杂费 其实这笔钱算起来也不小 这点也不小 可是呢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在107年的2月这些钱就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有我的一个请求就是要求董事会公开财务支出的状况 然后呢请教育部请相当公信力的人去做这个查证集合 而教育部也表示相关程序也会依照照顾失职的权益为前提 记者林杰 受风箱采访报道